哈喽大家好我是Ali 大家一定常听到呢 蛋黄区 蛋白区 甚至蛋壳区 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打一颗蛋的话呢 你会发现 中间最核心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蛋黄 它通常呢金黄色的非常的漂亮 而旁边呢就是它的蛋白 所以之前有前辈把 那跟蛋黄相邻的呢 就是蛋白 比较外围的区域 那再跟边边的呢 当然就是蛋壳的胶区 如果蛋壳的价格呢 涨的跟蛋白差不多 或是呢蛋白的价格 涨的跟蛋黄差不多的话 这时候呢 通常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呢 就是区域的重心偏移 有转移 所以举例来说呢 像早期的台北车站 一路东移到中校敦化 中校复兴 然后再东移到101市政府 那现在有此一说呢 说东移到南港去了 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价格超涨 所以呢 之后会再跌回来 所以对于区域跟价格的变化呢 也是我们房市观察的指标之一哦 我之前想找到 我之前想用到 胡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